今天晚上的休息宝 几天七点二节在大地震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来讲 那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 而且那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没有想到台湾任性之强 我们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已经基本完全搜救的工作 不但完成了搜救工作之外 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我们的整副工作 我们的修复工作 也快速在进行当中 现在你看到了天王星的这个拆迁 在进行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是 不可思议的是 这是花莲的洽清水 这个大桥 这个来讲 你在这个青霜哪来 你这个路都已经断了 你这个底层 你这个基石都已经垮掉了 可是我们居然可以在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修复通车 这个对权势来讲 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奇迹 而台湾为什么可以做到 我们先讲 因为我们是一个多灾难的国家 多灾难的国家 我们对灾难非常熟悉 我们在花莲人的任性 这非常可怕的是 当我们发现这些灾难的时候 一方有难八方来源 很多台湾人 我就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带着你可用的机具 接受基本的调度 马上前往了前线 你先看到这个大清水的 下清水的断桥 非常可怕的是 我们看到的吊车 我们看到的水泥灌车 它在这么鲜难的道路上面 居然是用倒车的方式 进到了现场 在倒车的方式 进到现场的时候 大家有条不问的 来解决这问题 所以才可以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面 让它恢复通车 这就是可以看出来说 为什么在这个7.2级的地震 对全世界来讲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可是台湾却有这样的任性 我们面对度过它 好 我们今天请到 这次的7.2地震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抗灾的一个热性 而且很快的是 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我们已经基本上 完成这个搜救的任务 完成搜救任务 现在开始要该通的通车 该说拆大楼的拆大楼 可是让我们全世界最惊讶 让台湾人觉得不可思议是 这个大清水隧道里面的下清水桥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 那在秦始皇哪来 这个桥断了 在断掉的状况下 你光是把机器送回去 就已经很难了 我送进去以后 竟然我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面 从事发到整个能够通车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面 竟然可以完成 很多人听了以后 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宝贝哥大家都讲说 台湾的旧灾任性 在灾后非常强 那我跟各位保证 花莲是重中之重 宝贝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当一旦花莲发生任何灾难 你知道他们的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 放下手边的工作 我可能原本在修大楼 原本可能在掉机具 原本在做我的工作 对不对 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 国家需要我 花莲现在需要我 所以立刻他会放下自己的手边工作 马上赶到需要他的地方 不是 在我们的里面里面 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是 在我们节目里面 我们上里面不谈了吗 在我们节目留言里面 有个是 他们是卖猪肉的 他说我们这卖猪肉的 第一时间马上放下工作 看看有哪些需要我们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花莲可以复原这么快的一个原因 再第二件事情 事实上呢 这些重机具 因为长年的花莲 深受所谓的风灾地震的影响 跟迫害 所以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自立自强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呢 都有所谓的任务编组 任务编组历在哪里 比如说以我们这一次 这个夏清水桥为例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4月3号发生 4月6号就完工 而且让通车顺利进行 对 那这些机具哪来的啊 早晚6点就通车了 对那这些机具哪来的 我们知道洞工很快没有出 但你也要伸出机具啊 那是因为他们平常 这些重型机具 你说什么怪手啊 山猫啊 所谓推土车啊 掉臂 全部通通都有编组 而且他们 所以说花莲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你这些重型机具 发生事件的时候 我编组在什么地方 我该怎么样接受调度 都有一套的指挥系统 对 而且没有错 以这个夏清水档桥为例 我就要介绍其中 最为幕后工程的一家厂商 叫做巨业 巨业 对巨业 他做什么 他做吊车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跟相关的老板联系 他说那时候事发当下 其实他有别的工作 结果一发生之后 他马上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必须要停工了 因为他知道 国家需要我 所有工作停下来 对 他就把他手边工作丢了 而且花莲人也能够体量 为什么 因为他们马上把所有能够用的机具 开始盘点起来 因为巨业是做什么 吊车 对 那他有吊车 他有所谓的怪手 但是他要跟每一家厂商 大家做合纵连横 因为我们等下确保一件事情 灾区需要什么 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断岩残壁 这边断那边睡 几乎单向通车 都已经非常困难状况下 我若一台车子就这样进去 然后开错了 完蛋了 就卡在那边 而且完全派不上用场 所以他们是先经过空拍也好 经过实地的稍微初步了解之后 开始把所有机具统整 但最厉害的来了 4月3号发生大地震 结果在4月4号把那个 我在讲的是 早上9点 马上车队准装待发 而且是列队好好的排一台 12345编号顺序 全部整齐待备 就准备往那边放下 好 老婆我们看 这个让我撑不及的事 是因为我也开车 可是我开车 我很不会倒车 就这些机具 老婆我们看不要 他们所有的吊车 你要注意到 所有的车走对不对 可是他们往哪方向 他们的方向是这么走的 所以包括这个大吊车 包括刚刚讲的这个水泥车 里面所有的机具里面 包括这个塔车 全部都倒着进去 一般的小客车 光是要倒车都很难了 这个大车要倒车 大车倒车已经很难了 而且是在山路里面 崎区的小路倒车 那你说在崎区小路倒车 已经很难了 他就晚上开车 对 保险哥 而且你知道他一倒 总共倒几公里吗 倒了5公里的车 5公里 5公里的车 各位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去拍 你记得说不对啊 拍正面照 错了 这个是目送他离开的方向 因为这个叫车尾 后面这个叫车头 整个方向完全是钉倒过来的 没有错 他就从这边汇德隧道 还没有进隧道之前 趁外面道路还畅动状况下 先倒车 你说你觉得他们干嘛 耍特技吗 为什么要倒车 不是 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各位啊 从汇德隧道到大清隧道 总共只有4到5公里 平常的5分钟就可以经过 但是现在有一个状况 全部都断延残壁 而且到了目弊地的时候 请问一下他有办法趴头吗 没有办法回头 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他一定只能用倒车的方式 因为各位 你有看过这种掉臂就知道了 他的整个重型机具的起降 都是位在他的车的屁股后面的位置 所以他如果要作业 一定要屁股往前 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沿路这5公里通通又倒车 而且一到晚上各位有讲 夜黑风高到了两个小时 就已经抵达目的地 我在讲的是 两个小时就抵达 保护哥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导播刚才讲的 5分钟的路开了两个小时 我们就从花莲进到汇德隧道 从汇德隧道开始 就开始转 转了以后屁股在前面 全部 导播你看这个路上 经过景纹隧道 经过清水段 这个地方都是蜿蜿蜜 不再蜿蜿蜜蜜蜜 而且这个地方随时都有落实 这个地方随时都有余震 他们居然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听了都全身发麻了 而且保护哥你还忽略到一个重点 请问一下 那个时候这整条沿线 有没有任何的电力 没有电力吗 完全没有电力 没电 没电 因为当时中华电信 已经全面断电 所以各位 您好奇他们到底怎么做到 我跟各位讲一个秘诀 叫做四个字 人肉导航 他们用什么做 是不是大客车 屁股当做头 然后不断地 这样倒车 后面就有一个人 负责指挥用对讲机 来往左一点 往右一点 往左右一点 往右一点 用这样的方式 慢慢的一步一步开 各位 所以车尾变成了 我的这个是一耳目 我的这个 从车尾用walking talking 来告诉那个驾驶 左一点 右一点 对保护哥 这个需要两件事情 第一个 非常高度的信任 以及默契上的配合 再来两件事情 第二个 要有非常好的开车技术 而且代表一件事情 他们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因为沿途经过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听起来云淡风轻 吓死人 发现什么地方吗 清水队 清水队 各位 你至少再往右一点 它方向稍微错 你知道会到哪里吗 到太平洋去了 下去太平洋了 所以他们就是在 如此艰辛的状况之下 竟然只花了两个小时 就到了这个大清水 隧道这边 而且抵达之后 来各位 就是你看到画面 有没有看到 这张图 有没有 它这个就是正面的方式 用倒车的一路动 一路动一路动 所以一路到了倒出来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的尾巴 才可以在后面 对 这是为了施工的方便 因为各位 那个边界连栅栏都没有 你就知道他们计数了多少 而他们到了之后 做了什么动作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把另外一台货车 还要再开过来 一台掉避车 一台是货车 货车负责做什么 掉避把货车上 总共准备了 40个12公尺的钢梁 什么还在钢梁 对钢梁 各位 你就知道他们计数有多好 等于说我一台先巴骨之后 另外一台再跟着巴骨过来 然后把这个钢梁 就如同现在看到这个桥面 有没有 他们都计算清楚了 我这边10公尺 我钢梁12公尺 刚好可以横跨 下上去 对 然后一摆摆了几只 总共摆了23只的钢梁 而且钢梁算得清清楚楚之后 订好钢梁 然后开始还做一个动作 焊接 所以代表他们连焊接的基区 都准备好了 就开始在现场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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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焊上去 而且再把这个护栏给拆掉 因为他们全部都要重新建工 而且完成了这一项任务之后 表哥你知道那时候时间是几号吗 几号 4月5号就完成了 所以他们等于说迅速把这个到位之后 各位 打通了关节 为什么打通任督二败 因为今天他如果这条便桥 没有先打通 中华电信就没有办法迁电路 所以中华电信后来是在 他们打通之后 才赶紧把电路做架设 台电也来了 中华电信也来了 台电跟中华电信来的时候 把这个电路跟网路 全部做架设完毕之后 开始做第二件事情 铺水泥 铺泊油 所以各位 你才会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如此美轮美坏的 不讲你还以为 是哪来这么漂亮的桥 结果不是 这个只是便桥 而且是短短三天之内 就完工的便桥 但事实上 他们其实遇过 非常非常多的灾难和危难 每次都是他们在幕后 伸出援手拯救花莲 比如说我们讲过去 有没有云翠大楼的时候 或者是 就是各位你看到这个 花莲云翠大楼 那时候软角 不好意思 也是聚业 前去派工具去调 而我们讲到 这一次沙卡当 原本这个聚业的老板 他今天本来说 可不可以来这边录影 就他说不行 因为我要去沙卡当那边 后来他讲说没办法 因为沙卡当那边 积聚需求不同 他改去旧庙宇 所以无时无刻 这些人都在第一时间 紧急的把该需要的装备 比如说我今天在沙卡当 各位你知道需要什么吗 碎子机 我需要什么 怪手 我需要推土机 但今天到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 夏清水也好 以及这时候太鲁阁出轨 也是他们来抢救 需要什么 需要掉币 所以他们很清楚 自己的任务跟分工 跟每一个职缺都不同 包括这一次 我们讲的花莲大地震 以及这一栋天王新大楼也好 你看到的这些 除了我们讲 在当地聚业这种 业者在帮忙 事实上最伟大的是什么 全台湾不分 比如说花莲以及各地 他都是绕琴 全台湾一圈的时候走难回 有时候花了二十几个小时 就为了开车 你说想尽各自有办法 抵达现场 对 就为了开车 就为了到对面 因为各位要双向双边 对我才共通 而这些人都是我们 台湾在救灾的时候的 无名英雄 好的 刚刚讲到的 现在台湾救灾 最难的就是 我们面对天灾 我们有经验 有经验你还有它的应对之道 而今天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也从土耳其 借到所谓的无人机 那再看到重机区 已经进到沙卡当 我们开始 就很难想像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修复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了 对 宝兰哥 这是极尽全岛之力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第一个 你看到这个重型机区 沙卡当 它特别是什么 因为它的沿路 它是属于河谷地形 所以它的巨石跟碎石特别多 所以它需要的 反而不是掉臂 掉臂掉不动 它反而需要什么 把它打碎 集成 所以他们派了大量 而且各位 我在讲的时候 最大型的怪手 小型还没有用 因为有些巨型 可能三顿五顿 开始沿路一直敲 沿路一直敲 敲了之后 再用推土机 把它往旁边送 而我们讲到天王星 这也是一样的 它需要有一些钢粮 需要有一些掉臂 来去做支撑的工作 同时还有拆除 这种大型的机具 而在为什么讲 天翔慈母桥这边 需要有土耳其无人机队 事实上这边呢 都已经抢救完毕 而他们规划的是 来自于未来 我们必须要将天翔 这整个地方的场地场景 全方面的勘察 全方面的设想 把它做成一个蓝图 以备未来的不死之躯 好 玉凤 刚才讲的 我先看到说 这个大型的机具 已经进到沙卡当 我觉得不可思议 到沙卡当有两个地方 一个从小锥路 这样子走过去 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从上面的 那个十十字桥 十字桥这样子垂涛下去 大概有三层楼高 你从如果小锥路 刚刚讲的 也是高高低低 你怎么进去 就没想到 这些机具 我觉得台湾人非常可怕的是 当我要去解决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等于说这 使命必达 对 其实每次在救灾过程当中 大家有想到一件事情 台湾真的是很悲哀 我们真的经历太多了 从921 赫博 陶支 每一次都发生这种状况 然后像这一次沙卡当的话 其实你这样子下切下去 是非常危险的 那个是两三层楼高的 两三层楼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同仁 他真的多厉害 他们这些怪手在走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一个团队在走的 如果前面有水蛙的话 他必须要先把水蛙给填满 然后才能过去 然后到现场之后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下去的吗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怪手撑住之后呢 转屁股过去下去 然后再用怪手再转 你在现场看 你真的觉得是 真的是 你去我 去我 去我 那个地方 第一个很陡 第二个是现在在落石 落石以后 那个土石基础会不会扎实 不知道 可是这些怪手 这伟大的怪手大哥 居然是这样 我拔山 涉水 然后从高层 一步一步的下去 对 他们就是把它顶住之后呢 再用转的方式 用帮鼓的方式转过去 然后一层一层转过去 所以大家想说 奇怪 你这样子下切 至少30公尺40公尺 从这十字下来 你到底怎么达到的 其实它就是 一层一层 像下楼梯一样 所以你没有看过的朋友 你第一次看到 真的会吓死他说 你们到底怎么下来的 所以其实 整个过程是 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 然后呢 找到路之后呢 慢慢的一台一台一台 才陆陆续续走进来 好 那刚刚讲呢 在台湾的旧难市里面 最特别就是当时 创意旅行社 不是整个压下去吗 压下去之后 这个塞没办法 一百多公尺 下去根本没办法 当时就连国军 刚刚讲 CH47都动用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 每一次遇到这种 重大的灾难的时候 有一个单位 航特部 航特部你没有理由 你没有借口 你不能说 今天的风向不能走 你不能说 那个地方怎么下 其实那个时候 创意旅行社冲下去之后 我们当天连夜 就从东升就过去 到那边去之后 你到了现场 你真的是觉得 路呢 路已经不见了 然后是整个三批下去 然后是台北市的特种 说就对 第一个先下去 然后下去之后 大家找不到地方 然后先用土手挖 可是那个石头是非常大 你根本挖不了 后来航特部就出现了 航特部出现的时候 它是用这种四拐 CH4拐来钓什么 因为我弟就是开这种飞机的 直升机的 对 这个真的很神奇 它钓挖土机 然后呢 钓过来之后呢 其实当天的情况 是风雨非常的大 那很难耶 然后我们都是躲在 在那个采访车的后面 然后再看 可是他们过来的时候啊 其实那个风 因为你要想哦 一边是太平洋 一边是舒嬅的 那个大 有风签 对 那个风签是非常非常动的 所以呢 其实它第一步 这个挖土机过来的时候 是整个大风 撞开的 你知道这个有多重 一个挖土机是几顿的 它在空中上 当当当当当 然后大家都屏足细袭 因为那个只有一次的机会 你没有什么机会 啊我今天重新来 不能 然后呢 他们就这样子哦 就hold在那里 我不知道那个机工厂 跟你们的驾驶是怎么样 它就hold着 就跟它 你的风 我就跟你一起 一起当 你知道那是一个 驾驶时间机最难的技术 对 要在空中停留 然后你就当当当 然后等到风比较小之后呢 就慢慢的下降 慢慢的下降 那因为就没了吗 因为它大概100多公尺的 下切高度 所以呢 又有第二个强风过来 你就跟它一起晃晃晃晃晃晃 然后呢 再把这个小三猫 给放到现场去 就这样子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把所有的重机具 放到这里来 而且因为这个三猫 也就是怪手能够下去 创业旅局是后来 才能够找到 对 因为它整个东西来讲 我们讲 它是整个山 土石下去 土石下去之后呢 整个就冲下去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 会不会是直接冲到哪里去了 直接冲到太平洋 可是后来发现说呢 其实有一部分的车体 还有这个轮胎 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 所以就是因为 有这些挖土机 才有办法挖出来 然后呢 把部分的遗体给带上来 而且在这挖掘过程里面 也发生很多神秘的故事 对 其实在挖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知道说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是114.5公里处 然后呢 当天的雨量 就是114.5mm 所以呢 大家就想说 是不是就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巧合 那天的降雨是114.5mm 对 结果到114.5公里的地方 坠下去 对 然后呢 陆陆续续 大家下切去找之后呢 找到了 然后呢 有部分的遗体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它这个土石流下来之后呢 它第一时间 为什么会整个冲下去 因为有个大的落石 打到了那个游览车 游览车下去之后呢 其实 为什么会那么惨 因为它在滚动的过程当中 是跟着落石一起滚的 所以呢 你就知道说 它不是棒棒棒棒下去 它就像是在洗衣机里面 这种搜救 这个我们讲 洗衣机里面 然后你一直丢石头 一直丢石头 因为除了上面的石头 你下去 你会带起起起压石头 所以一直滚动 一直滚动 所以你最后找到车 然后你也找到了遗体 可是你是动不了的 因为那个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石头 压住了 对 然后找到那个架石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石头是压住的 但是还有部分是完整的 所以呢 搜救人员很希望说 能不能想办法把石头搬开 然后呢 真的是没办法 就说那大机具要来了 大机具来就要锯开那个石头 可是你锯开那个石头 那个石头都是四五吨的石头 你锯开之后 你原本一部分完整的遗体 你也会尸骨无存 所以当下大家就拜拜 然后呢 烧香就说 我们今天先是来救你的 讲完之后呢 真的很特别 讲完之后呢 就听到咖啡一声 咖啡一声 对 那个大大的石头 就有个裂缝 然后呢 真的一推就打开了 所以呢 这个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 好 另外就是 今天到了沙卡当 我们看到 今天在哪个地方 派了磁声机来了 派了磁声机来 透过磁声机才知道 这个地方真的 已经是断源残壁了 抱歉 目前为止来说 还有非常多人 约莫有六个人 还困在这个沙卡当里面 里面包括说 尤加一家三口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 菲律宾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综合矿坑的 一个相关的人员 一共有六个人 目前来的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地形非常破碎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 沙卡那步道 它本来就是在 中恒公路下面的一个步道 它是沿着这个河谷 沿着河谷 保险你知道 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这个天翔这一带 经过利物锡切割 它这个地方是 垂直非常高 你知道 从如果你说 真的最高的时候 它曾经高到五六百公尺 到最低的时候 就在海平面 一样的海平面的这个位置 那尤其是 经到沙卡当这个地方 你说它是被利物锡切开来的 对 没错 尤其是经到沙卡当这个地方来 它就沿着这个溪谷 保险 它这个溪谷呢 是没有人工开发的 所以它其实 溪谷非常的 这个蜿蜒的一个状况 你走进去的时候 它就沿着这个溪谷 这样子切割 那你知道为什么 搜救会非常困难吗 你一崩塌之后 这整条路就完全不见了 不只完全不见 不是 你要飞 飞机进去都很困难 直升机根本没办法 飞到那个地方 要飞进去技术难度相当相当高 所以现在用什么去救呢 人员徒手进去 另外一个你要派无人机进去 可是保险你知道 我们台湾的无人机 一开始原本要用台湾的无人机 但是经历过测试之后 发现他说 我们台湾的无人机 没办法用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面 我刚才讲到 它的河谷里面 弯弯曲曲弯弯曲曲 你无人机来 你只要接收不到讯它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它会怎么样 就挂了 它会飞回来 所以它没办法运作 它的自动保护机制 就是我找不到去它的时候 我就会飞回来 飞回来的这个状况 再加上说 因为这个地方的河谷 我刚才讲到 河谷是温温温温温 我们国内的无人机的操纵者 这个需要技术 第一个 你不能飞太高嘛 你飞太高你没有意义 看不到 你要在这个河谷中间 这样飞来飞去 这个需要有特殊的人员操作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第一个时间 我们找了谁 土耳其的无人机队就来了 所以土耳其的无人机队 对 有这么厉害 我只知道在河谷战争里面 第一批建功的就是他们 对 大家可能都认为说 那为什么要 土耳其的无人机 难道我们台湾的无人机 没有比土耳其更好吗 我跟他讲 现阶段是如此 土耳其的无人机 抱歉 它的技术不是世界第一 就是世界第二 我可以敢这样讲 它的技术能力 或许它的量产能力 比不上中国大陆 但是你知道吗 阿富汗战争 美国第一个用的 这个所谓居集式的无人机 是土耳其做的 土耳其的科卡公司做出来的 另外一个 他们做了非常多 类似这种所谓救难的飞机 这就是土耳其的无人机 对 那为什么土耳其这么厉害呢 第一个 土耳其跟台湾一样 它都是地震非常多的地方 而且它地震多都在什么地方呢 大部分都在土耳其 东部那个地方 库德祖住的那些 那个地方的地形 跟台湾一样破碎 它也是很多河谷 很多这种所谓的高原地形 所以他们累积了非常大量的 飞行的这个技巧 你看他们一开始飞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还在那边测试 这个山谷怎么样一个状况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 宝贼 那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 因为在河谷里面有非常多的风 风切非常大 所以你怎么去控制 我要那个作者的前置量 避免说风太大的时候 这会撞到什么地方 他们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你看他们一来的时候 马上就飞进去了 那飞进去了之后 宝贼 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因为他们有非常大量的 这个搜救的经验 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快速 就建立起所谓的3D地图 就是他们可以做地图 他们可以把它合成地图 这个部分来说 需要软体的能力 那台湾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这些相关的 软体的这个技术 他们把它合成之后呢 就可以有地图 知道目前最新的这个状况 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样进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土耳其的这个 这个所谓他们相关的 你看他们就 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地图之后 就知道 他未来怎么去搜救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台湾 我们不是说 我们这个花东这个地方 尤其在太鲁格这个地方 所有都断讯了嘛 基地台完全都没有了 那我们这一次 第一次呢 数位部终于 终于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把这个one web 因为我们知道one web 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 卫星信号的公司 他是英国厂商 因为他准备 跟我们中华电信合作 他就赶快 把这个one web这个车呢 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车 开到这个花东这个地方去 充当什么 充当一个基地台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当成一个基地台 然后搜这个one web 讯号之后 我用wifi分享出去 所以现阶段 在这个太鲁格 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讯号 都是来自这个one web 分享的这个低轨卫星 所以终于啦 唐峰还是做了一件事情 好 谢谢大家讲到的 现在在这一次 每一方有难八方来源 在花莲里面 大家非常感动 瓷记的救援速度又快 而且充满人性化 而且你提到我才知道说 原来瓷记对台湾的重要性 是因为他带着台湾走到全世界 你说全世界各个地方 没有瓷记到不了的地方 我觉得我最夸张的是 他连北韩 金正恩都对瓷记 赞赏有加 不是 瓷记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征服金正日的人 金正日 好 这一次台湾大地受伤了 各种台湾之光闪动 救苦 救灾 救难 当然少不了瓷记 花莲又是他主场 但这一次让日本人震动了 日本肉收登上第一名 登上第一名 日本媒体的话四个字 日本完败 其实不是 我回想起921 我跟你讲 921我曾经差点眼睛寒泪 因为我看到一个人受访 他说 我吃到的第一碗热食 是瓷记人递给我的 大家吃的第一碗热食 也都瓷记给的 都瓷记给的 好 那所以在这种 他的主场 他表现了 瓷记的救苦救难精神 我这样跟大家讲一个瓷记故事 他现在援助过133个国家 其中最特殊 最有价值 但是瓷记最低调的 就是政府金正日 好 瓷记全局援助过北韩 不止援助一次 他援助了9年 好 1994年 北韩发生空前大饥荒 瓷记就说 走 我们去北韩 金正日 一看瓷记 这是什么东西 好了 他们愿意救我们 金正日下令 对 救援物资 粮食 就进钱财 就进来吧 你觉得 实际给北韩说什么 说什么 我们 救济 我们一定要到现场 我们要亲手发放 钱 大米 衣服 我实际上 金正日说 No way 他你要讲张话 他不当外面的人进来 从来没有人到过我们农村 而且去看我们受灾的现场 绝对不允许 就他大饥荒三年 1995年是又申请 1996年又申请 金正日想 来派个代表团 这把找了谁 找谁 他叫金正期 就是外贸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你帅个团 到台湾花莲去看看 这是个什么单位 叫他们一去看 回来一报告 给金正日一报告 哇 这不得了 这全世界都赞扬的 救灾救难组织 我告诉你 慈祭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金正人亲自预批 可以 让他们下我们地方去 所以刚才讲到 这些照片 这就是慈祭人 这个是北韩的老太太 那这个也是慈祭人 进到了北韩的农村 北韩的农村 从来没有让外边人进去 从来没有 世界第一个 我告诉你 1998年 这个慈祭第一次去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送了什么东西去 4400项的衣服 22500吨的大米 更重要的是这个 这什么 他说我们不要 自己给他救援物资 我要让他能够生存 从印尼 买了 印尼 印尼 买了2万吨的化学肥料 化肥 化肥 我让你去自己种 不要 我给你衣服 给你大米 所以我不是从台湾 调衣服 从台湾调米 我还从印尼调化肥 调化肥 结果 所以 实际可以调动天下兵马 天下兵马还没完 我告诉你 从来没发生事情 后来 他们居然收到 金正日的求救信 说既然你们要帮我 恢复农业 我最重要 我要农业薄膜 直接一听 因为真正说我论不到 因为对我禁运 制裁 我论不到 我告诉你 实际就把大量的 这个农用薄膜去 你知道为什么要农业薄膜 因为那个 他那太阳一晒 蒸发 它是干燥 它没有水分 农业薄膜一扑上去 把水分留住 它农业就恢复了 结果 实际连续了九年 你知道金正日 连续九年 金正日做了什么事情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把他的国理大师 访问团派来台湾 什么叫国理大师 就是北韩没钱 他如果送外交人 送元首都送画 他就把一些 最厉害的画家 给特训人士 这些都国家国保 你把画面干什么 去实际画壁 所以慈记有一个壁画 是北韩猫画的 北韩的最厉害的画师们 帮他画的 还没完 金正日说这还不够 派了他最厉害全国雕塑大师来花莲 替慈记雕了画像 这是北韩雕的 这是北韩雕的 各位 现在慈记这是北韩的雕塑大师 跑来雕的 所以慈记 这是我常讲过的 北韩最可怕的就是他的苦难行军 苦难行军最后 慈记帮上忙了 我告诉你 上次我讲了 金正日是不是有了求救信 对 更绝了 2011年7月 实际绝对没想到 金正日第二份求救信来了 里面写了洋洋洒 简单的几个字 叫什么 我们需要你帮助 结果这次真的很厉害 我跟你讲 这是2011年 写了求救信之后 我一定要跟大家看这两张照片 这是个快要临盆的孕妇 我告诉你 慈记到了一边以后发觉到 第一个 他快要临盆了 肚子非常小 问他为什么肚子不小 他都因为我没东西吃 营养不了 就到他家里面 桌子上摆了一个菜粥 说 你今天吃东西没有 没吃 那这个菜粥你为什么不吃 我要留给我外面脑洞的先生吃 慈记一想 马上就 这个 然后在7月去了之后 12月重回 每一个人都抱着慈记人 痛哭流涕 走 7.2级的地震 让整个东部山区 真的是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 现在人机进去了 导播看到画片 真的已经满目苍仪了 对 事实上这次花年 受灾最严重的两条公路 一个是横贯公路 中期横贯公路 一个是所谓树化公路 保住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在崇德段这个地方 崇德段简单来说 就是从这个太鲁阁 然后往北之后 进入清水带 那一带 就叫崇德段 那因为那一带 本来就是非常笔直的 你可能没多久之后 就直接冲到 一千多公尺 三千多公尺的这个高山 所以这一次地震下来之后 这个山体是完全垂直的 崩塌下来 那你知道因为苏花公路 本来就是盖在这个 这个垂直的这个山崖边 那就没想到 你看这一次 整个苏花公路是完全都坍塌 保住你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你看 这整个山坍塌下来之后 原本这边有明隧道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明隧道 这一段明隧道 已经完全被掩埋了 天哪 如果我今天在这个 明隧道外边 我这个车不就挂了吗 你进去 你即使在明隧道里面 他已经完全把它填满之后 把这个明隧道压垮了 这个状况 我现在压垮一个明隧道了 所以你知道 事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地方 你未来可能要抢通 就难度就相当相当高 那你看不是只有这边 你看旁边就马上 又有一段路是完全 又在崩塌的这个段 崩塌崩塌 一段都是 一段一段都崩塌 那不是只有那一段 这边也是一段路 就完全都是崩塌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救援难度 为什么会非常难 就是这些崩塌 都不是小面积的崩塌 都是大面积的这个崩塌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舒塌公路 要完全抢通来说 恐怕要花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而且我们要讲的 这次我们特别派了 土耳其的无人机 来支援我们 对 没错 我们刚才讲的是海边 海边的无人机来说 其实蛮好拍的 你只要无人机上去之后 有卫星讯号 或是有GPS引导的话 都可以拍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 沙卡当步道 或在中河里面来说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一次 就必须要动用到土耳其 救援队的无人机 因为这个无人机 保险你知道 飞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飞过无人机 无人机基本上 只要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就是你的讯号 发射出去的时候 无人机接受不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返航 因为它要保持 为了它的安全 它不知道你的讯号的时候 它会自己回来 它自己知道回来 它自己要回来到 你原本的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的讯号不加的时候 其实你会没办法拍 那为什么土耳其 有无人机那么好 第一个他们有非常多经验 所以他们在里面 他们知道说 我在里面来说 要架设什么地方 要有强迫器 或是跟GPS 怎么合作互相的这个状况 另外就是他们的 这个照相机用得比较好 他们用的相机 可以照到 月末是三公分左右 可以这个辨识度 那辨识度你要传回来 然后他们再加上说 他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他们自己有本身的 3D软体之后 他们可以重建 这个就是他们去拍了 无人机的画面之后 重建出来这个沙卡 沙卡当时 那个附近的这个 灾区的这个图像 因为你图像都要清楚之后 我才知道我要怎么进去 那你因为你有 哪里有崩落 哪里有土石 对 比如说你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土石 崩落现在的这个状况 那你看为什么南非 保健你仔细看就知道 它飞到这里面的时候 你看它这里面 有非常大的弯曲 这样弯曲过来 那你知道弯曲过来 如果你在这边 操作的时候 你会收不到讯号 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有 非常多的辅助的 这个通讯方式 要帮你来能够 土耳其都可以 土耳其他们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技术跟相关的能耐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有他们的技术来说 我们目前为止 在沙卡当附近的这个灾区 我们都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这个 3D的这个力气的图案 就可以出现了一个状况 好 那现在 最重要搜寻的是 有一个新加坡的这个夫妻 对 他们现在还在沙卡当里面 还等待救援 对 目前为止来说 有五个人 有七个人失联 除了这个这一对 来自新加坡的夫妻之外 还有这个游信家人 目前还有三个人 还有几个这个人 目前为止都被困在这边 那现在根据 因为这个 土耳其的这个 这个无人机进去之后 研判是说 他在五间屋 在这个三间屋之间 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来说 因为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很难进去 因为在沙卡当前面 进去步道的这个地方 就完全都是崩塌 所以现在只能够救难 救难人员 去慢慢的往前走 那甚至带着这个救难犬 往前进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能够有好消息出现 我们也希望说 他们还能够让我们 救援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这一次的土耳其 来到这个台湾来说的话 土耳其当然就说 也很感谢台湾 跟互相的资源 但是我跟他讲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 921之前的地震的时候 第一个来台湾的 就是土耳其的 这个收集 921来 第一个就是土耳其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本来 就有非常多地震的经验 包括说土耳其 在土耳其的东部 甚至在地中海 也都有非常多地震 所以他们感同身受 他们也知道说 台湾地震的时候 我们要来台湾帮忙 下面 不想我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救灾上面 跟土耳其 有这么密切的联络 还有之前 慈济跟土耳其 关系非常密切 各位观众 看这个握手 善善握手 大爱共善 为什么这样讲 土耳其 全世界第一支 到台湾来的救援队 七个人带着三架 无人机 为什么 去迎接的是谁 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 颜柏文 土耳其来迎接的是 是慈济的人 慈济基金会执行长 颜柏文 你看 慈济拍了一队人来 好 为什么 我刚刚为什么说 散散握手 去年 土耳其 7.8级的大地震 加起来死亡者 超过1万人 你知道吗 直接做什么事情 第一批45人去 第二批43人去 第三批53人去 全世界最大的团队 141个人 到土耳其去 而且刚好 实际内服倉库里面 竟然有 8000多床 厚的毛毯 预线成的 啪就上飞机 第一批 100多人带着8000个毛毯 直接到土耳其 最早去的货物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土耳其人就感动到流眼泪 实际为了土耳其 设立一个捐款账户 当时啪 那钱就来了 我问你 这么多钱来 要到灾民手里面 要多少天的时间 实际动脑筋 想到一件事情 对吧 跟土耳其的 连锁商店合作 说只要拿我 实际的卡片来 就可以消费 钱我给你 然后他派了 2000多人次 到灾区 送卡片 送卡片 这卡片你可以直接去消费 这个卡片里面就是 出资卡 出资卡有一定的金额 对 你就随时可以去消费的 随时消费 你知道吗 总共在家里发多少卡片 发多少 超过18万7000张卡片 托尔其民感动得不得了 所以这一次 托尔其民说 我们一定要来 实际去迎接他 散散握手 刚才讲的 除了土耳其之外 实际原来跟北韩的关系 也非常好 董哥我们看 北韩当时还派了什么 万寿台海外公司里面 他这是专门到台湾 帮正研法师 做了一个雕像 旁边这都是韩国人 北韩人 还不止如此 现在在慈激金社里面 他也帮整个慈激金社 画了一个超级大的壁画 你说这两个都没有 再看一遍 这个壁画 还有这个雕像 竟然都是北韩的艺术家 特别跑来台湾制作的 没有第二国家 享有这种事情 包括中国大陆 我告诉你 实际从1998年 连续九年都去救 这个北韩的饥荒 水灾 天灾 金正日被感动了 你知道他派的不是其他人 我告诉你 金正日平常送 国家元首 送外交官 都送什么 他没钱 送画跟雕刻 他送雕刻 他就把国内最好的 画家跟雕刻 来给他们特殊功勋 在北韩民间最高特殊功勋 这些都是国理大师级的 对不起 平常都不能出国的 这些人不出国的 他居然把一群国理大师 绘画师 送到台湾 送到花莲 在花莲做画 然后再送来台湾雕塑师 在这边做雕像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这么感动呢 因为连美国 联合国都给自己讲 你在运什么东西去北韩 我制裁他的 禁运 就你 一直运 他说 我运的衣服 这个大米 都是人道救援 都是人道救援 你不能阻止我 金正太感动了 你居然连美国 老婆话都不听 所以他才破天荒的 把他锅利大师 全部送到花莲来 画画 做雕塑 所以各位看 朝鲜日报 朝鲜日报 啪 这是慈激人 这是北韩的老太太 朝鲜日报 非常罕见的 我最后跟你讲罕见 没有人 可以到北韩的乡下农场 去看他们灾后 看他们水灾饥荒 不准让外国看的 慈激也进去了 只有慈激 看到了北韩的真相 这两天台湾人在谈说 有一个清水的断桥 清水的断桥 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没有十天半个月 没有大概半年以上的时间 你根本做不好 就没有想 路都没有了 我们居然只花三天的时间 利用旁边一个 没有完全被摧毁的旧的便道 居然让这个地方可以通车了 保安哥曾经有个伟人 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可以被摧毁 但无法被击败 这是形容花园人 形容台湾人 为什么在这一次灾后 可以如此迅速复原的一个精神 很重要的一句话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这个下清水断桥 你刚才有看到那个照片了 坦白讲 那个已经不是桥断掉的问题 它是下方整个路基都坍塌 路基都没了 对 所以但是各位 花了几天把它修复了 短短三天之内就把它修复 所以这是它了不起的精神 那你说为什么有办法这么迅速 我跟各位讲 花园人都有个概念 当你是花园人 你平常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 不管你卖猪肉 不管你今天是做银剑 但一旦发生了天灾人祸 比如说台风来了 地震了 保留哥你知道他们第一时间会做什么事情吗 把手边的工作给放下 他们第一时间会很清楚说 我马上应该要迅速到位 来立即去参与救灾 因为为什么 我有能耐 我可以出一份力 所以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花莲包括他们的公路总处 其实都有一个固定的编组 而这个编组很特别 一般来讲编组是要做什么 他有ABCDEFG 就每一个编组里面 罗列的都是 比如说我是大怪手 我是山猫 我是吊车 他把所有在救灾时候 可以运用到的重型机具 早就已经罗列完成 而且在第一时间一旦发生之后 他们马上会做什么动作 放下手边工作 迅速到位 全部人群聚在一起 而是人跟机具一块行动 对没有错 请问一下 每一个救灾地点 它的状况相同吗 完全不相同 九曲洞有九曲洞的状况 沙卡丹或沙卡丹的状况 比如说以我们今天夏清水 这个断桥为例好了 它需要的是什么 它需要的是 紧急能有大型的掉壁 以及钢梁来 把它们搭成一个便桥 因为它现存有一个 很特别的环境 即便我们讲 第二代的桥断掉 但是日治时代的这个桥 第一代的还在现场 所以各位你知道他们做得多迅速吗 4月3号发生大地震 结果4月4号的时候 马上把这些重型的机具 已经罗列好 而且已经整备完毕 排成一整排的车队 早上发一篇脸书贴文 幕后的无名英雄巨业 马上说什么 来我们各位准备出发 鲍梁哥你知道他们多了不起吗 第一个 他们的车队 是已经把所有需要准备到了到位 因为你今天不能弄错机具 你今天要去搭这个隧道 你只要开座一台误判一台 他最后导致什么 大塞车 因为开工没有回头键 一去不复返 再来他们全程通过 因为各位 他要从惠德隧道 一路到这个大清水隧道 总共全长5公里 所以5公里选什么了不起 不好意思 是断岩残壁5公里 水宝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MACU 倒车 倒车的方式 因为各位你要知道 他要进去这个隧道 他只有单线道 他这个大型机具非常的大台 他也没有办法搭头 所以他就沿路这个5公里 用倒车的方式 再来他要怎么倒车啊 当时是晚上诶 晚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行进 那时候夜黑风高哦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连店都没有 所以他们用忍肉导航 一个人 站在车壁旁边 然后开始用walkie talkie 来 向左一点 向右一点 然后这个车子就开始 依循他的指导 所以短短5公里路程 他们开了多久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才开到尾 各位你不要觉得两个小时很长 难怪他是尾巴进来 尾巴进来 刚刚讲的 因为我的工作车就在后面 我没有回旋空间 对 所以代表说 他已经准备好就定位 包括到时候要怎么施工 到时候要怎么工作 以及需要什么设备 都准备好状况下 然后沿路这样倒车倒车 而且各位啊 你不要忘了耶 花莲那一边 他就把路盖好了 对 把路盖好 而且当时还要经过哪里 经过清水断奶耶 所以你想想看 清水断奶旁边就是太平洋 他等于是说 在那个这么会决定很下 我在旧桥下面加钢梁 钢梁架上了以后 我马上把柏路就铺上去了 对 没有错 而且各位 他这个短短的施工时间 这样就倒车 对 倒车 而且旧定位 然后把钢梁一路一路 掉到所谓的 这个原本的便桥上面 然后加上后续的施工厂商 铺上所谓的水泥 铺上所谓的柏油 然后把电路整个串通 各位 我们刚才讲这么复杂的工程 你看刚刚的断线层壁 到现在的完美无缺的一个便道 花了多的时间 只花了三天时间 当然现在花莲市的寿灾 也非常的严重 刚才讲天皇线 倒了有很多是危险建筑 现在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出来了 这个也太可怕了 他说那个房子 根本就是倾斜60度了 而且除了这个天皇线之外 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 负益净化 它是在米伦断层附近的 这个一个房子 就目前为止 已经被摇成这个重灾户 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在地震的这个 那个瞬间4月3日的早晨 你看没多久之后 枪已经破了个洞 然后上面摇摇晃晃 没多久之后 结果你知道 他们人员都非常惊恐 想要跑出去 但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 就在旁边的这个 砖瓦一直不断的往下掉 那个画面 那样跑出来之后 非常惊恐 因为还是很多地方 跑没多久之后你看 东西马上掉下来 很多花莲人都是在 这个所谓生死一瞬间的 这个状况 保险我跟他讲 因为我住过花莲两年的时间 我在东华大学念研究所 那我跟很多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 目前为止都在 花莲这个地方 那花莲人面对地震 他们都非常清楚 知道怎样 第一个 他们很多人跟我讲 这次一咬之后 他们一开始觉得没怎么样 但是后来就觉得不对 这个地震 跟他们一般的地震 感觉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次 花莲的地震 很多人都在第一个时间 就跑出来 这天王星来说 如果你有去过花莲的话 天王星旁边 就是东大门夜市 所以很多人会去 下面的 包括说像这个超商 去买东西 我每次去花莲 都会去这附近的超商 结果我也不知道 这一栋叫做天王星大楼 是因为这一次才知道 那因为这次 现在已经往这个路边 倾斜了45度角的这个位置 那你知道这一次 我们这个东升 就有进去这个里面的 这个拍到 取得里面很多画面 你取得里面很多画面 就知道 在倒塌的一个时间 里面的一个 你看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 这个房间里面都已经 都倾斜了 都已经倒得乱七八糟 你看这个 这个照片最佳明显 你看 整个是这样 往旁边倾斜的这个角度 那人家事实上 很多在里面的受债户 特别是有一个 住在酒楼的受债户 他就说 第一次时间 第一次震的时候 还没有怎么样 但是第二个时间 开始摇晃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说整个 就倒成45度 那倒成45度 他说他在里面 都没办法站 站都站不住 但是他也下不去 因为当时的123 123度 对123楼已经完全倒塌 他只能够站在上面 后来是因为 经过没多久之后 救难的人进去之后 把他救下来一个状况 那人家这个 这个酒楼住户就觉得说 他真的是 想不到会是这样 他说921的时候 他其实是住在一楼的 那原本住在天王星的一楼 但他看到921就说 921好像倒的时候 第一楼层 可能会死亡率比较高 所以他搬到9楼去 就没看到这次9楼 他还是变成一个 受灾户的情形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持续关心的地震 现在地震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你可以知道 花莲的余震非常多 我们第一线记者都跟我讲说 他晚上根本没办法睡 为什么 随时警报又再响起了 警报响起 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现在第一件 搜救人当然是非常辛苦 因为余震不断地吃下 落石就会下来 落石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天气越来越造的情况之下 土石变得更加松软 而现在静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我们台湾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光 这个光来自于外国伸出元首 而且伸出元首的背后 在救灾第一当下 真的有人靠一根绳子 救出了台湾十几个人 真的是救灾的英雄 0403花莲大地震 进入灾后的这个救援 第五天 我们看到现在在现场的这个下雨 还有包括余震 现场你看到那个落石不断的 这样子崩落 然后不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你要知道多少的这个救难人员 在现场是冒着危险的环境 一边要搜救 看看有没有能够找出失联的人员 或者是看看还有没有找到一些 这个生还者或受困的人员 那一边还要想办法去应付老天 一不小心余震的话 那石头崩落怎么办 但是有一个外国人 大家以为一开始想说 他是一个搜救英雄 但没想到他跟大家一样 是去那边游玩的 是一个希腊籍的游客 他到那边之后呢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妈妈抱着小孩 就是这个画面 跟他伸出一个大拇指 他说我们谢谢你 我们相信你 为什么跟他这样子相勇而抱 这个相勇而泣 这一家屋口 他的救命儿人 就是那个戴一个蓝色帽子的 这个老兄 这个希腊籍的游客 全都是他救的 这个希腊籍的游客呢 刚好是我们这个 驻纽西兰大使 蔡尔晃的这个女婿 刚刚大家看到 他戴个蓝色的帽子 只穿着简单的衣服 没有什么特别安全的装备 然后靠着一根绳子 他救了十个人 十个人 他竟然救了十个人 当时他在白杨步道 我们现在红圈圈起来这个地方 他还不断地在协助 现场的搜救单位去救人 而你可以想象得到 他说他以前也有救难的这个经验 包括碰到了这个地震 震灾 他都有相关的经验 他说他可以帮上忙 他不只是想要说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你刚刚讲 他轻装 所以他完全只有戴一顶帽子 你可以想象 那个岩石下来之后 已经变得多么尖锐 他是舍身去救 而且如果发生了余震的话 他没有特别的保护装备 怎么办 就一个帽子 就一根绳索 他要去救人 但是他就是发挥这样的一个勇气 他也没有想到 他自身于何种的这个险境 他就想办法 能够帮多少人 他就帮多少人 能够救多少人 他就救多少人 所以你看到 他用绳子去绑住 那些护栏都已经被山崩 崩下来的那个贪方的落石 给砸坏了 他想办法靠一个绳索 先绑住在那个栏杆的柱子上面 然后他才能从这个悬崖峭壁攀岩而下 这就是他的精神 所以为什么 我刚刚说在桥头 他走过来 跟他一家五口 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子 那个弟弟还在哭 因为节后余生 离开那个现场 他还余计有准 就嚎啕大哭 然后他就跟他的这个 爸爸妈妈相拥在一起 然后妈妈为什么 比出一个手指赞 你再回顾一下画面 他比出一个大拇指 右手比赞 他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 他说我们谢谢你 我们相信你 你看那个黄色的T恤 他还在安抚着他的背 然后跟他讲 秀秀秀秀秀 他还在哭啊 然后妈妈就说 我们谢谢你 还说thank you 这个在灾难中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光芒 而且不只是 希腊的这个游客 他在拜扬步道 救了这么多人 还有在土耳其 我们去年在土耳其 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派出了 这个搜救队 到土耳其去 这一次花年大地震 土耳其人也不远千里而来 特别飞到台湾来 昨天晚上 他们派出了七个人专家 特别来操作 他们擅长了什么 空拍机 无人机 对 无人空拍机 他们七个人 昨天晚上到了之后 今天早上八点 就紧急赶赴灾区 对于在天翔那一带 他们操作这样一个 无人空拍机 非常有用 因为他们可以在上空 可以用无人机 去操作他们一个些角度 然后帮助救难队员 在重机具 没有办法进去天翔 还有在中恒很多地方 摊坊的这一段 他们这几个专家 你看全神贯注 神情临重的 正在了解每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搜救队员是只能用轻装的方式全部进去 但你不知道是你头上是有什么 你头上有落石怎么办 所以现在土耳其无人机帮了一个大忙 对 他就是个先行部队 他跟你讲说前方可能有一块大落石 要小心 要什么时候走 是不是要摊落了 他们完全就是一个角色 没错 所以土耳其的七名专家 加上我们的救难犬 都是在这个赈灾当中很重要的利器 那当然这次最严重的就是在沙卡党步道 昨天早上找到了第三具的遗体 一开始以为是游信一家五口的妈妈 后来到了中午呢 翻一下他的身上的遗物 他的包包里面的证件 一刹看之下才发现原来是21岁的这个胡姓女子 其实他的爸爸也早就到这个现场去 在那边交集了这个等待 一见到艾女的这个遗体 马上就那种完完全全见到家人那种 感觉整个崩溃了 那也没有想到艾女 因为当时在这个走步道的时候 他还有去发这个讯息跟他的这个家人联络 然后他一个人在走这个沙卡党步道 没有想到父亲在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然后就直接送到这个花莲殡仪馆 那当然我刚刚特别提到 一家五口还有游信的这个爸爸 跟游信的这个他的小女儿 他们现在都还在盼着琪琪 那其实他的这个游信男子 他的妈妈跟他的双胞胎哥哥 都已经在两天前赶到了这个花莲 正在了救灾的现场去 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家人 然后也希望能够琪琪出现 可是当之前找到了一男一女 被大石头压着两具遗体的时候 那两具遗体相距不到两公尺 救灾人员研判应该是同行者 然后那时候是一个脸露出一个头脸朝下 那另外一个只有露出脚步而已 那当下呢 游信男子的妈妈很焦急 那游信男子的这个双胞胎哥哥 一看到那个脚 他马上就跟救灾人员说 那个脚我认得 他说那个脚趾头 弟弟的脚趾头 跟我的脚趾头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啊 刚看到这些画面当中 大家都觉得心情非常难过 尤其是对死者家属来说 他们真的很盼望一个奇迹能够发生 但很多人现在的情况是 我逃出来了 我逃出来之后 我想问一件事情 我要住哪里 我的房子已经倾斜了 我的房子已经倒了 我的房子还能住吗 这些光是对这些花莲灾民来说 这是一个大灾问了吗 没错 对于花莲民众经历过这个灾难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们还是要面对未来 可是你看看天王新大楼 倒了之后呢 他们到底还能不能住下去啊 那当时我们在看这个画面 当时那个地震的时候多危险啊 这是我们从外面的视角去看 地震发生时 天王新大楼整个硬身倾斜 再如果再慢一步 很多的这个状况可能就会发生 但是在如果大楼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住户有些已经 就是这个画面 对大楼里面有些住户 后来提供他们的这个画面 这是第一时间天王新大楼已经倾斜 已经导臣这样 这个我跟大家讲 这个可不是手机拿的不好 或者是手机的水平有问题 这个你看到的话 就是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斜了 他就是斜了 他在现场啊 他准备要逃生 已经看到他家变成这个样子了 已经水平倾斜成这样 不是他手机坏 也不是他手机拿的角度问题 是他已经变这样 在现场 如果你当下你是他 这是第一人的视角 那有多可怕 你看你家的房子已经斜成这个样子 所以当下大家赶快跑 赶快逃的时候 现在天王新大楼啦 当然我也必须说 因为华林县政府经过检测之后 结构祭司啊 建筑都去现场看 那准备要架H形钢 要去拆除它 那为什么到现在 拆除的工程有点延后 因为他们的这个拆除的角度 除了前面要架 旁边也要架 后面也要架 后面的空间有限 我不能完整的 把H形钢把它架下来 然后放好位置之后 把整栋大楼拆除 所以目前天王新大楼的 这个拆除工作有点delay 但是呢 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天王新大楼的 他的对照 就是现在我要谈的 在花莲市公正街的 华尔街大楼 为什么我要讲 华尔街大楼 你知道华尔街大楼 现在已经倒成这样 楼梯啦 都裂光光了 破了好几个洞 对不对 这些都是破洞 是不是像被飞弹轰炸过 像不像富克兰的战场 在台湾的花莲市公正街 当场活生生的富克一样 这可是地震造成的 一个可怕危楼 这一次地震造成花莲县 有申报 跟县政府申报 受损害的建筑物 超过230多件 其中呢 黄丹啦 黄丹有29件 那黄丹呢 32件 那华尔街大楼 它是被开什么 它是被开黄丹 这样才黄丹 也就是结构 即使到现场说 啊 修缮之后就可以住了 所以就开黄丹 你刚刚的疑问没有错 你刚刚的反应也没错 这样黄丹 我也是看了 这样黄丹还能住啊 你是他们住户 你住住看 住了体系在岛 你晚上睡得着吗 所以 将心比心 你要体谅一下住户 民众的担心是有的嘛 所以他们就想说 怎么办啊 像被炸过了 我们怎么敢住 那当然啦 在最后在山区的一些原住民 尤其是在花莲县 秀林乡的大同大里附落 他们也有受困9个人 他们就在天墙的对面 那今天早上空情总队 他也派了飞鹰直升区 去飞到他们上面 去救了两个行动不变的长者 还有七个原住民 他们的一个部落的人 然后从那边撤下来 飞到了这个太鲁阁对面 然后再飞到了他们另外一个 这个海滨公园的停车场 希望能够安全把他们撤下来 所以只能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后 有太多的故事 让人家听了 都会觉得很心碎 好 对所有花莲人来讲说 现在你刚刚看到所有画面 我住的不安心 现在 清明假期已经结束了 要收假要收新了 但对于花莲人来说 我要去上班的路呢 我要回家的路呢 到现在 抢通了没有错 但不能每次都倒啊 我只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任俊哥有这么难吗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圣灾当中 这个画面一直引发 大家的讨论你知道 因为你看到一台这个休旅车 从这个整个这个烟雾里面冲出来 很多人讲说 这个叫做花莲逢敌所 还在寻他呢 甚至有车厂讲说 赶快车主赶快出来 让我们帮你的车子做检查 但问题是对于许多的花莲人来讲 我不是每个人都要当逢敌所啊 我能够好好的开车 能够好好的坐车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要经历 这么多的生死关头呢 而且不只是在花莲这一段 你知道吗 包含到这一次震灾里面 连终横公路这个地方啊 事实上从很多的这个画面 再出来之后 大家都发现到 他几乎整个的公路 已经到了楼长寸淡的 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许多地方都有出现 这个所谓的落石摊坊 甚至有统计讲说 将近每十分 就有一次的这种 大小落石的下来 那我们就知道 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到震灾的时候 尤其如果是对于花莲来讲 大家都会提到说 要安全回家的路 很难吗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现在要到花莲去 你第一个呢 就是从北部这个地方下去 或者由南部这个地方上来 抵达到花莲 还有第三条路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综合公路的这一块 但问题是 当综合公路不通的时候 你想想看 要到花莲去的人 你只能要嘛 就是走北部往下走 或者由南部往上走 那问题就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一次其实就有网友 他就讲分享说 他自己本身 是在花莲市里面 可是呢 他是在和平乡 这个地方工作 一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说庆幸的是 自己在工作的地方 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要回家 理论上面来讲 如果以这个 整个的台湾地形来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综合公路吗 不是你刚刚跟我讲说 它是落石 它像子弹一样 但我刚刚看到那几个 这么大块石头 这不是十分钟一次落石 那很大块 砸死人的 所以他大大小小的这个石头 对于这些所谓的 你看对于抢救的人来讲 现在虽然讲说 有些道路这个紧急抢通了 但问题是呢 他有管制性的这个时段 而且你抢通完了之后 你真的赶走吗 所以我刚刚就提到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网友 他说 他自己住在花莲市区里面 可是他在和平 这个地方上班 那你光想和平基本上是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花莲市的上方 而且其实距离非常非常近 结果没有想到和平到花莲这条路 路断掉了 所以他怎么办 他说他当天下班之后就开始北上 你知道吗 他北上的路程 就开始先到了这个所谓的礁西 然后再往北上跑到这个台北 然后再往南下到了新竹 然后再到了嘉义 然后再一直一直上来 绕了一大圈 到了隔天 整整一大圈 这变成是环岛旅行的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 这个现在是因为廉价的时间 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说我这样慢慢走 但问题是我隔天上班怎么办 我不可能每天都跟你环岛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以苏花公路来说 其实过去大家讲说 花莲人要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可是你知道吗 以统计上面来讲 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 在短短的5年之内 苏花公路因为大小的天灾的这个状况 总共中断了17次你知道 而且这17次 这17次里面还包含了 其实都有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伤害 5年断了17次 等于一年你会断三次 那我回家的路 我上班的路整个都毁了 所以当然对花莲人来讲 从很早期的时候 就觉得说我今天走苏花公路 其实都觉得说整个交通上面 是造成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就一直在提到说 从原先讨论的 像苏花改 苏花剔 苏花膏 这些东西 一直到后来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了 叫做所谓的苏花改的方法 甚至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讲说 我们要给东部的民众 更快的回家的路 所以讲说西部 不是有所谓的高铁吗 那我们在东部的地方 就希望拉到宜蘭这个地方 去做什么 叫做东部的快铁 不是这个是一个梦 大家来看 这个80年的时候 他说要做南回铁路通车 96年说要高铁通车 然后现在又说西部高铁 东部快递 这些都只是一个说法 大家都觉得说 要给花莲人一个平安回家路 但这些方法可行吗 其实我觉得它真正最大的问题 其实来自于 这整个东部的这样一个走势 就是它的整个地形的关系 导致你要做大幅度的建设 比如说之前要建 这个所谓的苏花块的时候 也就是我要或者苏花高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沿着我们这个 所谓的周边的地形来建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甚至讨论过 我们是不是建一个跨海的这个大桥 从这个海上另外拉一条过去 你知道吗 可是因为工程难度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现在大家又提到说 这个所谓的东部快铁 就让你到了这个快铁的部分 到了这个宜兰的这一块 然后再让它拉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花莲的这一段里面去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 现在你要逐这个美梦是OK的 但问题是真正的可行性能有多高呢 比如说像何硕的董事长佟子贤 他就提到了说 政治人物对于东部高 那个快铁的这件事情 好像都很有兴趣 但问题是他就提到说 像现在一个山崩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看公路就整个都断掉 那以舒华改来讲 这一次其实有很多地段的部分 也受到了影响 但你如果今天要弄成什么高铁 或快铁的时候 甚至高速公路 速度越快 你落实下来玩玩了 对 除非你像原先的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说 最早期的时候有人谈到 我从海上这边拉一条 这个所谓的高架条 高架铁路的部分 或高架道路的部分 可是他整个工程难度 真的非常高 所以他就提到了 他说呢 那你如果要做所谓的 大工程跟大建设 会不会到最后呢 其实呢 真正又有这个所谓天灾的时候 造成更多人员的这个伤亡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要让花莲 可以交通顺畅里面 前面我们不是讲说 舒华改的部分 事实上已经完成了 但现在又有提出一个 叫做那个舒华安 你知道吗 那这个舒华安的这个路段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提到 有三个大的这个路段 因为原先在做舒华改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避开 这个所谓的道路的 这样一个失控 所以有三处是跟原先的 旧台九线还有这个连结 但原先是希望就是说 在舒华安的这个工程的部分 就是把这个旧台九线的部分 把它切起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这个舒华改的部分 是机车 重机 还有这个包含汽车可以通行 但是原来的这个所谓的摩托车 或者是沙子 还是必须要走旧的这个所谓台九线 但问题来了 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大地震完了之后 又造成 不管你是舒华改 或是原来的旧台九线 都造成道路中断的问题 那你接下来在这一块 你不管是高或者是改还是安 对于花莲人来讲 他真正想要的是 你告诉我一条 只要不要说因为地震 我就必须中断 必须环岛的道路 那对他们来讲 才是最实际的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